那我們是wikidata社群 我們跟微基社群沒有分立 所以我們不是來搶孩子 那剛剛的那個申請一日資料小幫手 那如果說他們是要把資料彈出來的過程 那我們就是承載這些資料的平台 那我們是勵志搜羅全球知識 機器看得懂的微基板跟wikidata 那wikidata在wikidata.org 現在有5800多萬筆有效資料 那wikidata是一個真正的任何人都能寫 任何人都能用的知識庫 它是採用CC0的license 那微基板科還有就是CCBISA的限制 那wikidata是一個CC0開放出來的概念 那在wikidata上面搜尋QE6078371 就可以找到G0V 這個是G0V的wikidata上面的統一編號 那wikidata的特色就是用結構化資料 來取代散文式的記載 對機讀更友善 那我知道G0V很愛做資料視覺化 那wikidata就是專門可以做資料視覺化的 那像是這個是Q865就是中華民國 那wikidata有個特色就是它可以記載不同語言的翻譯 那光是中華民國就有提供100種以上的語言翻譯 同時很像記載同一個項目在不同的資料庫被儲存的位置 這個一樣也是中華民國被儲存的位置 那我只是舉例 各位有興趣可以直接去wikidata.org 然後輸入Q865就可以到中華民國的條目去看 那wikidata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你要關注一些事情 但是這個東西它的關注度還不足以被收入進微機版科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去wikidata去協助收入它 那wikidata的關注度要求是比wiki 是比微機版科還要寬鬆一點 那實際的收入為何 三分鐘來不及講完 所以可以來找我問 那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打包帶走 5800萬條有效知識才54.7GB 那你也可以用sparkle來查詢特定資料再下載 那我們現在主要合作的專案就是我們GTV獲獎專案之一 大和小溪的部分 那他們就是用wikidata作為核穿的資料載體 然後再用sparkle進行資料檢索 然後再進步做引用 那我們今天在找什麼人呢 第一個我們想要找有自己關注議題想要記錄的人 第二個你覺得你的專案可能跟wikidata搭得起來的 第三個絕對想要寫東西但是覺得寫版科很難的人 第四個當然想要寫寫看的人 那到我們FBIC找到我們 那我們今天會有編輯中 主題會是完成台灣縣市首長的wikidata結構 那回應剛剛大社群提出的這個反這個中共的資料 那我們其實有發現在wikidata結構裡面 有一些台灣的地標會被標到中共 希望大家可以協助幫我們把這些物標的地標找出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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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